有一个小和尚 他每天在庙里 潜心地研究佛法念经 参禅打坐 十年之后 他感到自己的慧根已经升起 已有佛心 有一天方丈突然召集权势上下 宣布要挑选有慧根的小和尚 接任方丈一职 从此小和尚更加的用心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他却感到自己不禁反在倒退 原来仅有的一点佛心反而变得是有是无了 他很纳闷 他就去问方丈 方丈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 却告诉他 我们下午到集市上去买甜瓜 要他要他一起去 这个时候他们到了一个卖甜瓜的摊贩前面 挑中了一个甜瓜 这个摊主啊 拿起水手颠了一颠 说一斤六两 小和尚觉得非常的奇怪 他怎么就这么准呢 马上用边上的秤秤了一下 结果一斤六两丝毫不差 这时候摊主说 哎 我卖卖卖了四十多年了 绝对不会错的 小和尚非常的诧异 这时候老和尚突然说 我们只要买一个甜瓜 你帮我们找一下 你放在手上颠一下 如果你说中了他的分量 No 我把这一顶银子给你 说着拿出了一顶银子 大家一看 足足有一两种 购买这一摊子的甜瓜 大家都满怀希望地 看着这个摊主 结果摊主把甜瓜 拿起来左手颠颠 右手颠颠不合适 真的吃不准了 然后咬了咬牙说 嗯 这个瓜一斤三两 随后方丈就把蹭拿起来一蹭 结果只有一斤半 整整差了二两 所有的人都大祸不解 很是纳闷 他们心想 这个摊主今天怎么会这么不准呢 老方丈就说了 如果一个人 总是太注重自己眼前的利益 而忽视了整个过程的话 他的双眼一定会被蒙骗住 也就是说 这个摊主为了拿这一顶银子 他就不能说准这个分量 因为心中有偏差 所以说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 要保持一颗平常的心 小和尚终于明白 回去潜心修行 终于成了后来有名的大瘀禅师 人间太执着我想要的东西 你不一定能够得到它 只管根源不问收获 是学佛人的基本理念 我们每天行善 你365天就是一个大善人 你每天动一个坏念头 365天你就是一个大恶人 我们学佛人 我们学佛人每天学一点佛 我们一年下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佛人 心胸要宽大 什么都要放得下 有一个人对朋友说 天哪 你看看 你的冰淇淋里边 有一只苍蝇盯着 掉进了一个苍蝇 这个朋友非常的乐观 他笑嘻嘻地说 哎 算这个苍蝇倒霉 它在里边会被冻僵的 冰淇淋它也吃不上 学会放下 我们渴望力量 菩萨给我们困难 让我们强壮 我们在人间渴望智慧 菩萨却给我们很多人间的问题 让我们来解决呀 这就是为什么佛法说的 菩提呀 为什么 因为有板脑 你就会运用菩萨的智慧去解决它 这就叫板脑基菩提呀 我们人渴望勇气 菩萨却给我们很多的危险 让我们来克服 我们渴望财富 菩萨却给我们体力和头脑 让我们好好地劳动 菩萨 菩萨永远不会直接给你所需要的东西 菩萨不会让我们坐享其成 给我们的是一堆的原材料 要我们用自己的心 要我们用自己的心去组装 去修啊 去创造不出汗水和自己的智慧 有一个故事说的 是有三个人千辛万苦地想找到菩萨 求菩萨给予帮助 菩萨问他们 你们需要什么帮助 第一个人说 菩萨 我非常渴望要一座大灾院 第二个人说 菩萨 我要一个大农场 第三个人说 他要一块大金条 于是菩萨就给了第一个人 一堆砖头 给了第二个人 一把种子 给了第三个人 一堆沙子 三个人 你看我 我看你 心中不明白 菩萨 怎么给我们砖头 种子和沙子呢 而菩萨说 我已经给了你们很大的帮助 给了你们大宅愿 大农场 还有大金条 三个人 东 瞧瞧 西 看看 看到的 只是那些 不值钱的砖头 种子和沙子 哪来什么大宅愿 农场 和金条 菩萨说 我给别人帮助 从来 不给你们 现成的东西 三个人 离开之后 仔细 回味 菩萨的话 终于 悟出了 其中 深刻的道理 菩萨 给你一堆 砖头 就是要用你自己的 劳动和智慧 去建造 一座大宅愿 一座大宅愿 菩萨 给你一把 种子 就是要用你自己的 劳动和智慧 去播种 一个大农场 菩萨 菩萨 给你一堆 沙子 就是要用你自己的 劳动和智慧 从沙里 逃出 一条 大金条 菩萨 不会 给你所需要的 东西 甚至有时 给你的 是你所需要的 东西的版面 就像我们 很多人生病了 医生 并不能 马上帮你止痛 而是 给你开刀 让你更痛 但是 开了刀之后 你的病 才会慢慢的好 就犹如莲花 给的我们是污泥 却成就了莲花 出污泥 而不染啊 菩萨 让我们念经 许愿 放生 做功德 是给我们 成佛的方法 而不是 直接 能够帮你 成为菩萨 不修心 不念经 不会让你 坐享 成佛 一切 都需要你一颗 慈悲的心 善良 坚强的心 去面对 人间的 烦恼 记住了 只要精进修行 你就是一个 拥有 佛缘之人 在佛陀的 智慧当中 你会了解 这个世界的 成 住 坏 空 人生 无常 这些道理 和变化 发展的 观点 我们 会 体会到 佛陀讲的 色 即是空 空 即是色 的道理 因为 在佛陀 伟大的 智慧当中 包含着 宇宙空间的 真谛 公元前 五百年 佛陀 就讲了 我观 这个世界 犹如手中的 阿摩洛果 这是印度的 一种 多元形的 果汁 世人 对宇宙 的万象 认识 是直到 最近的 两千年之后的 1522年 麦泽伦 完成了 他第一次的 环球航行 认为 大地是 球形的 预言 才得到 证实 佛陀指出 这个宇宙 有三千 大千世界 科学家 对这个整个 宇宙的认识 也就是 十八世纪末 的研究成果 佛陀还说 我观 一泊水 八万四千 而人们 真正了解到 微生物 那是在 1669年的时候 荷兰生物学家 利文虎克 在1723年 用放大 近三百倍的 显微镜 在一个 不刷牙的 老人的 口腔 污垢当中 发现 在一个人 口腔的 牙垢当中 有 微生物 比整个 王国的 居民 还要 多呀 所以 他们要是 早点认识 佛陀 何至于 这么的 惊奇呢 更何况 佛陀 当年 详细说明了 胎儿 在母亲 当中 成熟 发育 成长的 过程 与我们 现在 用 臂操 做出来的 一模一样 当人类 靠着 自己的 努力 探寻着 此案 世界的 真理 的时候 佛陀 早已 预知 一切 佛陀的 智慧 还告诉了 我们 彼岸 世界的 秘密 我们人 就是太 执着于 自己 眼睛 所看到 自己 所认知 听到的 事物 而对于 那些 听不到 和看不见 的事情 他就 不认为 这是 真实的 世界 存在 台长 告诉大家 科学家 研究 发现 在这个世界 明物质当中 有暗物质 占着 70% 到80% 就犹如 我们的空气 看不见 但是我们 依赖 它 而活着 就犹如 我们看不见 细菌 但是它 天天在 繁殖 一样 学博 就是要 了解 宇宙的 真谛 佛法 是人类 内心科学 是引导 我们人类 进步的 良方 佛法 使人变 会善良 社会 变得 更和谐 世界 将会 变得 更和平 因